一個焗蛋糕的形状 28吋 放一張油紙 溫住 拿些牛油 塗在底部和邊 弄一會兒蛋糕不要黏 現在把粉料倒進去 把粉料倒進去 輕輕搖一搖 盤子頂隔它們均勻 然後用剪刀剪刀旁邊的糞 開個焗爐 180度放在中間下一層 蛋糕很容易焗焦 所以我通常就放在中間下一層 讓它慢慢來焗 如果譬如蛋糕 焗一下 還沒焗好 它已經焗了 那哪可以做 找一張石紙 撿開它 蓋著它 讓它繼續在這裏焗 焗至將近好的時候 大約三分鐘前拿起石紙 讓蛋糕在那裡焗一焗 把表面乾身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至於各個餡我做士多啤梨 今天我是用 酸奶液 100克一包的我用兩包 加入一些糖 拌勻 下幾滴檸檬汁 大約八至九個士多啤梨 放進一個 碗裡 用一個材料 壓爛 下一個雞蛋 下一個小燈 下一個材料 下一個小燈 下一個小燈 最好是煮一下味道 甜味合不合自己 接着一包半的淡啫喱粉 放些水下去 20分钟后用火来煮 煮至煮至烫起 煮至焗起 现在我看到它这样滚起了 要很快脆加入这里 因为那些啫哩粉很快脆就硬 起了一块的 所以要快脆放入里面 现在做好了之后放入冰箱九十分钟 之后拿出来 我刚才已经做了一个 让它冰到差不多硬硬的时候 我刚刚打了一个士多鲜忌鲜奶油 把它倒进去 拌均匀 拌均匀 把蛋糕切开三层 用一個碟 將第一層翻轉 放好之後 跟著這個士多啤梨餡 放一半下去 放另一層蛋糕在上高 其餘的士多啤梨餡都放進去 鋪平 最後這一層飯糕 又不斷放上高 然後放在雪櫃 明天就可以吃了 吃點甜 用一杯鮮忌廉 加少許雲呢拿糖 打起它 跟著鋪在表面 和鋪在旁邊 放一些士多啤梨做雙食 對 你很喜歡